最近的天气好热 来看一下消暑的冰淇淋 陶原县中立市有一家传统商行 搭配了芝麻酱 花生粉 以及南瓜籽等台湾传统食品 研发出超酷的双淇淋 吸引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 天气越来越热 你是否也想吃一克冰冰凉凉的双淇淋呢 陶原县一家在地经营的百年老店 推出超酷双淇淋 以白色的双淇淋为基底 加上老店自制的花生粉 花生酱 白芝麻 南瓜籽等配料 不止外观看起来超酷 吃过的顾客也都赞不绝口 很好吃啊 然后料又很多 很丰富这样子 夏天吃得很舒服 会想到把自家的老字号产品 结合双淇淋 原来是因为家里有个双淇淋爱好者 我们老板的女儿很喜欢吃双淇淋 那老板自己又很有兴趣 所以他就一直研发出 这个新的双淇淋的特色 结合我们东方圆圆的元素 就是很在地很原始的 以花生芝麻为主的 将两个结合在一起 供出一个很好的滋味 平凡的牛奶双淇淋 加入台湾在地的特色元素 融合古早与现代口味 创造出不平凡的好滋味 欢迎来吃看看哦 联合报刘爱生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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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